你好 我是莊开文 欢迎加入中国电影室 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 中国大陆跟澳洲之间的外交关系 这一年来 是不是已经变成了 所谓的话不投机半句多了呢 甚至还波及到澳洲龙虾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主要是因为先前澳洲力挺香港 再加上疫情爆发之后 澳洲还呼吁国际间 应该要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 甚至配合了美国禁用华为5G 这种种行为惹恼了北京方面 结果导致大陆除了针对澳洲的红酒 还有大麦等等来克水之外 最近还对活海鲜 寄出了新的检疫措施 外界就解读了 龙虾现在俨然成为北京 对澳洲实施经济制裁的工具之一 澳洲淡水龙虾两岸皆有养殖 但是提到了比它更高经济价值的 澳洲锦绣龙虾 两岸基本都得靠进口 它需要调试正确的PH值 以及海水的咸度 所以它在大自然的珊瑚礁的斜坡 泥带 泥地里面呢 它有办法来做一个自动繁殖 那我们在做这个人工养殖的过程之中 在工厂化养殖 它没有办法去达到这个自然的水体要求 而且澳洲淡水龙虾和海水养殖的澳洲锦绣龙虾 市场价差更是高达6到20倍 澳洲淡水龙虾呢 在大陆现在目前的售价来讲 平均呢 大概是人民币50元至100元一斤 锦绣龙虾的价格呢 大概是300至600以上 甚至都有卖到1000块以上的一个价格 根据澳洲政府的统计 2018到2019年 澳洲龙虾出口额约5.27亿美元 其中94%消亡了中国大陆 然而这项美味却卷入了中澳贸易冲突 10月30号 大陆海关以检查金属含量为由 扣留了数顿澳洲龙虾 导致大批的龙虾无法及时运送而变质 对于澳洲的指控 大陆当然也做出了回应 中国海关依法对进口海产品 在进口的口岸实施检验检疫 合格后放行 希望澳方多做有利于中澳互信与合作 符合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精神的事 中澳之间的矛盾累积多时 由印度主办的亚洲小北约联合演习 除了美国 日本 还有过去老看大陆脸色的澳洲 最后一刻也宣布加入 我们希望有关国家的军事的行动能够有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 除了军事演习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澳洲之前呼吁国际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 惹恼了大陆 近年对澳洲的大卖加上80%的关税 暂停部分澳洲牛肉进口 对澳洲红酒进行倾销调查 同时还对澳洲棉花变更了进口条件 而中澳的纷争当然还包括这一桩 澳洲新南威尔斯州下议院的议长 参加我驻澳办事处举办的国庆酒会 特地用中文驻台湾国庆快乐 不仅如此 港版国安法生效后 澳洲总理7月宣布暂停澳洲和香港的引渡协议 并延长在澳港人的签证 插手香港事务导致中澳关系急剧下降 2018年澳洲响应美国禁止华为参加当地5G网路建设 并多次指控大陆干预内政 作为五眼联盟中 地理位置离南海和大陆最近的国家 又同时受到大陆和美国两方的压力 澳洲在亚太政策上的选择 换来了北京的经济制裁 而这只是刚开始而已 TVB新闻朱光宏 陈向如综合报道